陽明大學和交通大學打算推動合併 昨天陽明大學在校務會議中 實聲對合併的計畫質疑聲浪不斷 最終決議先暫緩 下學期再召開會議討論 以醫學為主的陽明大學 跟以理工為主的交通大學 認為雙方如果合併 可惜跟資源不僅能夠互補 更有加成的作用 所以兩邊草擬合作備忘錄 為合併成為陽明交通大學做準備 不料卻因為資訊不夠公開 被不少師生批評黑箱作業 原本陽明大學打算在早上的校務會議討論 是否通過併校備忘錄 4號緊急在會前召開說明會 上午的校務會議也開放 讓師生暢所欲言 最後決定暫緩表決通過備忘錄 主持一個工作團隊 針對一些議題更清楚的研議 然後在下個學期的時候 我們在對這個備忘錄的提案 在進行表決 校方決定先由校長組成工作小組 針對病校提出說帖 向師生校友們說明 各種量化的分析 要優缺點分析 你都要做完完善 然後相識的分析之後 你才能去斷定它的優惑 所以沒辦法那麼早定論 打算要跟交大的學聯會 他們一起合作 建一個平台 一起來對這個議題發表 一些我們學生的看法 教育部長吳思華上午也表示 這是兩校自主提出的病校計畫 教育部樂觀其成 也認為兩校合併可以擴大規模 提高國際競爭力 絕非是為了合併而合併 也沒有誰消滅誰的問題 記者陳舒均謝 其問台北報導